国际焦点要来关系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在2020年的1月 与大陆签下了为期两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这协议在去年年底到期 不过拜登政府的负贸易代表周二时却坦诚 大陆其实没有达到协议承诺的购买目标 路透报导美国的负贸易代表表示 因为新冠疫情大流行 大陆未达到至少加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的目标 同时美国队中的鹰派参议员也联名致函给商务部长雷蒙多 要求敦促拜登政府收紧对大陆最大晶片的制造商中芯国际的出口限制 这样才能避免中共解放军利用美国的技术推动军事的现代化 不可能不塞车吧 就靠免塞神器TVB的新闻APP 地雷路段子爆煤一目了然 快避开 指定公里处塞车状况 这边没塞 随选随看 最新新闻同时及时掌握 不年反乡不卡卡 快下载TVB的新闻APP 请不吝点赞订阅